Hello 大家好 我是Chiro 今天和大家來到尖沙咀這邊 去一間點心專門店 因為我上次經過 見到一個餡茶餐都挺划算的 它就有一個點心拼盤 有五款東西 再加一個 可以選擇炒麵、粥 或者蘿蔔糕 都是48元 還要免加一免茶介 所以都想試試 還有上網看到 它的點心都挺有特色 挺特別的 我也開了不太久 所以想試試給大家看 大家跟我一起來吧 Let's go 大家如果未訂閱的話 記得訂閱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動力 多謝 點心專門店就很方便 在嘉年威老道 我們在尖沙咀港鐵站 Boy一出後出 出來我們轉右 沿著彌敦道一路直行 走到嘉年威老道 我們轉入嘉年威老道 一路直行幾個舖位就是了 進來其實地點都非常方便 剛才走過來很快 在嘉年威老道 進來是一個窄長形的格局 主要是卡位為主 像我這裡坐的樣子 亦都有一些圓桌 它的裝修都算是屬於新派點心 碰國一隻 而且地方都算闊落的 我看它的擺位都挺闊 不會說放得很密 很擠夾而已 裝修以綠色為主 原來我看回自己今天都綠色 和這裏都很搭 看看點心 看看價錢 看看我今天是來吃下午茶的 它有幾個餐 由早晨38元 午市64元 還有下午茶48元 但之前我看過 它不需要加一茶戒 如果吃這些餐 不過今天開始 今天是年29 它就開始要加回 有加一和茶戒10元 剛才我問了它 它說由今天起 一直保持著都會有 因為之前可能新開張 就免了茶戒 不過不要緊 我和你一樣 都是一樣要加一茶戒 最重要是食物質素 看看行不行 至於我現在吃的餐茶 它就由兩點半開始 至到五點鐘 提一提 早茶和餐茶 是一至日供應的 午市的套餐 我看只是一至五 餐茶餐 它有一個五星拼盤 它寫著廚師精選 所以可能有機會 我今天吃的 和你們來到 可能有少許不同 也不出奇 另外再選一些主食 可以有炒麵 蘿蔔糕 或者粥 另外你可以追加的 加15元 加一些甜品 好像有椰汁糕 桂花糕 綠茶餅 還有八切糕 八切糕 我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白糖糕 再看看主餐牌的點心 它一件大部份 頭那些都是蝦餃 燒賣 都可以兩件起 不過我叫它價錢 就不太便宜 例如蝦餃 燒賣 那些 就要25元 即是兩顆 如果你說 四顆的正常 可能都要50元 所以就這樣 那一顆的價錢 都不是屬於便宜那隻 不過我希望它的質素好 還有有少許特別的東西 因為每一間都會有些特色 好像這一間 我看到 多數人都會有叫 有拍到 就是有一個炸品類 有一個叫做有雞鮮 還是有蛋鮮 我看到它有鹹水角 另外還有一個燉蛋 即是薑汁燉蛋 這個比較特別 還有這個白金流沙包 其實是普通流沙包一樣 不過它上面有了一層金薄在上面 我就點了寶梨 針出來也不算很深色 先試試 這個寶梨相對比較淡 茶味不太濃 比較淡淡的寶梨味 我首先點了一個下午茶餐 之後再點其他東西 因為它第一樣來 就是五星戰隊 它是五星拼盤 這個是我媽家設一廚師法版 所以我就看了其實有些什麼 才再點其他東西 來到五樣東西 中間就放了一個叉燒包 旁邊有兩粒餃 另外有一個燒賣 還有一個紅棗糕 先看燒賣 這個燒賣有別於坊間的燒賣 我看回菜單位 這個是叫做墨魚子燒賣 你看到其實上面有些黑色的 類似一些魚子 沒有什麼味道 你看到很明顯 上面那層零白一點 就是墨魚肉來的 中間就是一些蝦 和一些豬肉 整體上咬下去 它層次感很豐富 因為它的墨魚都很香 還有很有彈性 加上它有一點鹹香味 我猜它應該加了一點蝦醬的調味 加了在豬肉那裏 所以吃下去整塊燒賣很有鹹香味 蝦也挺有彈性的 豬肉也吃得出豬肉的鮮甜味 我覺得這個配搭層次上也蠻特別的 在坊間上面也少見到一點 第二顆就試試這個餃子 中間是啡色的 我問店員這隻是什麼呢 他就說這隻叫做黑松露餃子 但我看回點心只是沒有的 他就說之前點心只是有的 現在就沒有放下去 可能我媽咖啡才有 其實這個就是水晶皮 裡面是菇 我就不太見到黑松露 聞到也不是很聞到的 沒有什麼黑松露味的完全 菇味也不是很濃的 就這樣聞下去 但是餡料裡面就很豐富 這個餃子真的很有趣 它本身聞起來就不重菇味 但是吃下去就很重菇味 而且菇味很香的 它有很多種菇在裡面 我猜它應該有些類似雞腿菇 但是它的味道就很濃的 有很多菇味 而且它有些是 某些菇就很煙韌的 它吃下去就很有咬口 也不會說過癮 整個味道就很香 如果你喜歡吃菇的餃子 這隻我覺得真的挺出色的 挺香 不過這麼好吃的餃子 單點就沒有奇怪了 第二粒很明顯是鮮蝦菜苗餃 同樣都是很大粒的 都是水晶皮 跟剛才那一樣 打開裡面其實它都是充滿了菜苗 那些菜苗也是很香的 吃下去都吃得出它是屬於挺新鮮的 調味不是很重的 平時那些通常很多鹹味 但是它就相對是比較淡一點 不會說很重味 但是不會說沒有味道的那隻 就欺負到好處 又可以調校得挺好 加上蝦也挺多的 它中間有粒大的 它裡面也很有咬口的 蝦的蝦味也挺好的 變相整體上發揮 這粒餃子也滿意 接著這個叉燒包 最後一個鹹點 這個包大小都適中 而且它蒸出來 看到也不會濕透 皮都合格的 撕開看看裡面 最重要是餡料 先看看皮 皮其實也挺鬆軟的 它吃下去也是OK的 餡料裡面的醬汁調校得不錯 整體上叉燒的質感也挺好的 不會說很差的 濃度、醬汁、醬汁的調校 也恰到好處 我覺得也OK的 不過比起剛才那幾樣 它就沒有之前那些那麼經驗 但整體上我覺得合格以上 比起一般酒樓好 最後這一粒其實是薑汁膏 剛才看錯了 以為是紅棗膏 其實不是紅棗膏 它亦有得散喊的 叫做夠薑薑汁膏 應該很重的薑味 是吧 但是吃下去薑味一點都不重 即是比較淡身一點 它就屬於不甜的 煙韌度也挺好的 你看到都是一層一層 獨內都是煙韌韌 也不會說很硬的 也不會說很軟 有些蒸到很軟 它就不是的 但是薑味稍嚴 即是薑我都挺接受到的 可以重一點 這個就相對淡一點 所以整體上這個薑汁膏 就不夠我這麼夠薑了 到主食方面 我就點了蘿蔔糕 蘿蔔糕來到也有三件的 即是份量都足 不會說咳嗽一點 你看到都煎得挺好 即是有點焦焦的 剛才我不是說 聞到很多臘味的味道 其實都挺多的 臘腸那些 你看到那個碟都掉出來 切的時候都挺足料的 那些臘味 至於蘿蔔糕裡面 它就粉多一點 蘿蔔的量就不算很多 不過咬下去也不會說 整塊漿的那種 調得都挺好 只不過蘿蔔裡面就少一點 那蘿蔔的質素挺好的 屬於比較清甜一點 咬下去也很有蘿蔔的甜味 加上它的辣味也挺香 整體上我覺得也是OK的 如果它是蘿蔔裡面 多一點點就更加好了 之後我加了一個甜品 加15元 其實有幾樣東西選擇 我看那個影雪白切膏的名字挺有趣 我問問我店員 我初流以為會不會是白糖糕呢 我一般都喜歡吃白糖糕 我問店員 它也不太擠什麼 可能是新的 原來我上網看 它是一個 好像一個膏一樣 上面有一點麥皮 有些紅紅的色 白白的色 樣子也挺漂亮的 所以我就點了這個 賣相也挺有趣 挺帥氣的 上面好像一些麥皮 但又不是好像麥皮 它有一點紅紅的 有些白白的 有些啡啡的 好像很漂亮的 那些裝飾的蛋糕 灑上去的表面 我吃過上面那些 其實就少少像麥皮 但又不是很脆麥皮的麥味 相對味道就沒什麼 可能是一些蛋糕的裝飾 如果知道的朋友 可能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至於膏 按下去也挺煙韌的 它的味道吃下去挺有趣的 它是比較淡一點 有一點點奶味在上面 我覺得就像一些 平時你吃一些順德菜 不是一些炸鮮奶 好像裡面那些 不過它就煙韌一點 平時炸鮮奶的 就比較稀一點 它就稀身一點 質地像香蕉糕 但是我不會說 即是未去到香蕉糕那麼韌 以及去到順德奶的中間 吃下去的質感挺有趣的 淡淡的奶香也挺特別 吃完餡茶 然後再點一些其他的點心 我看到有一個懷舊的點心 就是臘腸卷 所以就想試一下 就點了這個 先看看這個包子 它的包子又是 它不會蒸到有些水氣 會濕透那隻 還是很軟 切開包子 看看裡面那條臘腸 都是大半條 其實應該是一條 然後分開了兩塊 剛剛好 這些都是屬於偏瘦一點的臘腸 不是那些很肥的 不會咬到一口油 但也很香的 即是打開已經聞到 很重的玫瑰爐味 你說是不是很上乘的臘腸 當然不是 但都OK的 整體上吃點懷舊味 這個點心就非常特別的 我見到差不多 上網看見到 每個都叫的 這個有個折海裡面的 就是究竟有雞鮮 還是有坦鮮 它來到有個籃子 裝著 你看到其實有兩隻小雞 其實小雞 即是鹹水閣 另外有一些蒸蛋 也做得挺漂亮 它有一些薑汁蒸蛋 還有下面有些餅乾碎 我撥開一點點 你看到 餅乾碎墊在底部 都挺特別的 也可以用來打卡 先看看小雞 鹹水閣 它的造型很有心思 看到有兩隻眼睛 還有旁邊有些翼的 就是用杏仁片 尾巴也有少許 刺了少許碎的杏仁片 比平時那些 加了少許翼 又有心思一點 不過樣子都是 癌癌慘慘 就不像雞 如果打卡 蛋就比較漂亮 Anyway 先試一下 其實它的表面 都是脆的 不過就炸得油了少許 我切開的時候 看到裡面的皮 還是黏黏的 有些油 吃下去都夠軟熟的 它屬於帶一點甜 表面夠脆 不過它這個造型 有個不好處 就是它的皮 有些會厚一點 因為頭部 就裝不到一些餡料 最主要是皮比較多一點 厚一點 還有餡料就相對少一點 你看到餡料 真的只有很少 它的餡料就最主要是豬肉 還有它會特別少少 有少少菇 它的菇 就屬於比較煙硬一點 有少少像剛才 那個黑松露攪的菇的香味 都比較香 還有煙硬一點 有咬口一點 所以感覺上 比平時的鹹水角 就沒有那麼扭 就是會有少少菇 不是只有肉 之後就做這隻造型 很漂亮的蛋 這個薑汁蒸蛋 它的殼也很有趣 它前面就批了頂 我真的不知道它怎樣做到 可以塌塌陷 其實蛋糕就會不斷裂 因為蛋糕很容易裂裂 你看到都很完整 拿起來給大家看 當然是虛了少少餅乾碎 但它不會有裂紋 或者是崩了 都很完整 折起來看見 其實還未試看上去 看上去的樣子相對 一些洞 就是它的紋 你看到是比較粗粗的 它不是精華蛋那些 真的很有趣 它是粗粗的 完全是很粗粗的 而且只有甜味 蛋味完全欠缝 沒有什麼蛋味 很奇怪 而且它說是薑汁 吃了一點薑汁味都沒有 完全只有甜味 又粗的清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年二十九的薑桂 剛才的薑汁沒有什麼薑味 這個又是沒有什麼薑味 還沒有蛋味 又粗粗的 對於這個就比較失望一點 還有一道忘記和大家說 它的蛋其實是冷的 不是熱的 剛才那個鹹水鍋就是熱的 一凍一熱 先來個總結 我最初是為這個下午茶餐而來的 因為我看到它很划算 免茶免加一 誰知入到來 原來已經加了價 要回茶和加一 點心都加了少少價 Anyway 那就算了 入到來也想試給大家看 不過幸好它的價錢貴得來 食物質素都沒有令我失望 最後的食物失望一點 其餘我覺得都是不錯 今次分享來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訂閱 給個讚 下方留言 還有分享給朋友 還有旁邊的小鈴鐺 在我身邊出來 馬上收到通知 Follow我Facebook 和Instagram 一定在下段影片終結 就是這樣 Bye Bye 起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